各位在中国的学界同仁 予读者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美国瓦斯学院的万白安教授 同时也是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长座教授 非常荣幸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 我曾与了中国哲学 比较哲学 叫不普遍掌受的哲学的研究工作 并和中国以及世界各地的哲学家广泛交流 深入对话 过往对话的经验让我深知 哲学原非一种智力游戏 而是拥有重要的伦理 哲学是在对话中进行的 而对话既有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观 但并不就怕用自己最坚定的信念来挑战传统的社会观念 赞予对话只是意味着明确说出自己正常相信的东西 对话意味着充满宽容的成熟和建设性的回应对方的观点 今天我想通话视频向各位介绍我有幸参与的以上重要的出版工作 比较哲学翻译与研究丛书 本套丛书由我和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吴根尤教授共同主编 并得到了多位中西方哲学家和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的大力支持 本套丛书第一集共有九本书 作者都是中西方在比较哲学领域成就飞软的哲学家 顾名思义 这些著作都以比较哲学为研究方法和主题 且论题涉及广泛 如两位中国哲学家的作品 吴根尤教授的叛教与比较 比较哲学探论 和百岁哲人张世英签诚的中西哲学对话不同而商语 都是力图从本体论的路径比较中西哲学 并尝试构建万有商通的中国哲学 来自杜克大学的两位知名哲学家 黄白瑞教授的自然道德 对多元相对论的辩护 和欧文弗拉纳干教授 道德地理学 道德的多元可能性 对于当代多元而复杂的道德现实 给予了深入的辩析和探讨 森格兰教授的名作 无为早期中国的概念引语与精神理想 可爱恋教授的优德之家 儒家与西方关于儿童成长的观念 以及两位知名华人哲学家 信广来教授的孟子与早期中国思想 和黄勇教授的为什么要有道德 二层道德哲学的当代歧视 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主题问题 在比较哲学事与下进行了专题研究 同时我在2017年 与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出版的《回归哲学》 一个多元文化哲学学研研 也被纳入了本套总书 这本书正是对于多元哲学 存在现实的呼唤 比较哲学正是在对话中展开的 对话有双重目标 真理和个人修养 在对话的开头 我们没有充分理解 真理和个人修养到底是什么 对话是走上完美的 永无止境的追寻过程 从根本上说 对话是说服对方的一种尝试 它不是胁迫 在每个时代和每种文化的最优秀的哲学中 我们都发现了同样的价值观 当今 哲学需要重新找回这些理想 希望我们所努力出版的比较哲学 翻译与研究丛书 能够竭力找回哲学最本正的理想 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文桃丛书 跟 awarded 我发布 跟힘